位于南投县西印象罗纳村第50的外环道路 应该道路旁的水沟常年没有进行修缮 只要大水一来就会造成淹水 甚至影响农民生计 县原始清水接获澄清后 会同相关单位前往会刊 这个是罗纳第50一个外环道路 因为这个常年没有修缮 所以造成这个水沟一直漏水 这个风灾的时候 那个水都流到这块区域的田地 造成农中物受审 受审了以后一年就没有什么收获了 所以特别请求我们原民局 能够把这边的水沟能够再做好 让他们以后很安心的在这里工作 而除了因为排水问题 影响农民生计以外 该路段也时常淹水 时常造成交通意外 始清水议员希望相关单位 能够减速改善 一方面这条路的下一段 常常积水很多人在那边骑摩托车 摔倒 所以我也建议把那个路面稍微提高 让水能够流到水沟 流到水沟 不要造成积水 造成老百姓在那边开车 或是驱车 摔倒受伤 让他们安心的通过这条路 到田里工作 未环道路若没有改善 不但会影响农民生计 更会影响民众的交通安全 现原始清水希望相关单位 多加重视并减速改善 才能保障民众安全 记者邱平易新议采访报道